在18年前,台灣的新聞記者第一次手上街頭為新聞而出,自主而中 但是我發現在最近這幾年,台灣的新聞媒體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甚至也造成這個所謂的壟斷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要再次站出來,我們不是只有一位旺中集團的新聞表現是非常有一個問題之外 我們還針對旺中集團所造成壟斷對言論自由傷害的後果,我們要來這裡發生 可是我們要講的是說,造成這種問題的嚴重性不只是在一個單一媒體的身上 還包括它背後的制度、法律 所以我們待會也要到NCC前面去表達我們非常嚴正的抗議 也要要求NCC要去執行制定法令 誰要道歉? 太遠面 誰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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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遠面 這就是今天我們來到這裡的目的 勇敢地站出來 為了我們的權益 把手舉高 說出來 把農分 支持又 我的同志們 為了台前 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訴求 就是要道歉 前幾天呢 望中吉函自己申了一個聲明 那我看了聲明以後 深受感動 他這麼有誠意說要接受社會公平 那我們當然要平一下了 既然他這麼謙虛 走路中這個事情 從頭到尾就跟黃國昌沒有關係 中國時報的第一線的記者有晚期 他到現場採訪的時候 寫回來的稿件 寫到走路中這個事情 但從頭到尾沒有提到黃國昌三個字 因為這就是現場的事實 只有看到走路中 但是黃國昌不在現場 結果這個新聞呢 等到劍報的時候 顯然經過了望中高層的編輯台以後 移花接入了黃國昌三個字呢 就被種到稿子裡面去了 然後一樣還是有晚期聚名 現在望中吉函說他沒有做假新聞 這個就是假新聞 汪中吉函說黃國昌帶頭抗議 這個董路中的事件 這不是事實 這就是假新聞 真正… 真正中辣 真正中辣 好呀 真正中辣 真正中辣 吉函說黃國昌帶頭抗議 好玩 衝髮 立正中辣 一些衝髮 燃燃壯 說 走 一… 要自主 要自主 必要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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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一文記者同業人員 他們站在第一大隊 在頭 站在第一大隊 反對媒體的亂象 反對媒體的攏斷 我們也看到 我們的第二大隊是由青年學子 青年學子算出來了 他們從南到北 從西到東 各個社團有40多個大學的社團 大學的學生位 大學的政治組織 他們都站出來了 我們不要我們的媒體 有這樣子壟斷的現象 我們真實言論的自由 我們堅持新聞的自由 我們站出來 就是要捍衛這個 得來不易的自由 捍衛記者專業 爭取新聞自由 爭取新聞自由 不容摧殘 我們要站出來 我們要有我們的憤怒 我們不能再容許這樣子的 對新聞自由的摧殘 干預的言論 我們要多元 不要壟斷 要多元 不要壟斷 Camb day toilet 抵抗議 went� 抵抗議 went wrong 閃接抗議 went wrong 還要多元 sake 抗議 went wrong 抵抗 Saudi Bright pouvoirAN 你好大 我不怕 你好大 我不怕 你好大 我不怕 媒體改革運動的腳步不得定 媒體改革運動的腳步不能低 今天是第一個起點 我們繼續往前走 對不對 你好大 我不怕 新聞要專業 言論要自由 不許斷 跟信心 一起來 站出來囉 大家加油 我們怕媒體攏斷 我們怕媒體越大民主越小 我們怕媒體越大多元就會越少 我們怕媒體越大就會越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 表達不同自由的聲音就會被消音 就會被扭曲 甚至被告上法庭 我們怕媒體越大就越難控 對外壓制批評 對內壓制記者 還有其他很多批評的學者 都被威脅提告 不只是黃國昌 不只是葉宇姬被圍剿 今天是他們被打壓被圍剿 明天就會是我們 對不對 我們怕媒體越大 有些聲音就越小 甚至就沒有聲音了 7月底 我們有700名學生 抱著風雨同樣來到這個廣場 居然我們所有的有線電視台 都集體晉升 我們學者們的抗議 從去年10月就開始了 可是一年以來 一波又一波 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 加入聯署 可是我們的有線電視台 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個訪問 沒有一個專題 沒有一個真正的深度報導 他們在怕什麼 怕什麼 我們的新聞自由哪裡去了 我們的多元哪裡去了 我們的多元哪裡去了 再旺旺 為什麼可以這麼嚇張 因為NCC太陌落對不對 對 NCC只聽到財團的聲音 沒有聽到人民的聲音 我們要遞交這份成績書 我開始念我們的共同宣言 我們的共同宣言 健全傳播環境 守護民主多元 守護民主多元 在2012年9月1日的今天 在2012年9月1日的今天 我們站在主管台灣傳播事業的NCC前面 我們站在主管台灣傳播事業的NCC前面 我們要表達我們的訴求 我們要表達我們的訴求 第一 我們要監督 我們要監督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NCC監督媒體自律機制運作 NCC監督媒體自律機制運作 兼顧媒體專業自主 兼顧媒體專業自主 與月聽人權益 與月聽人權益 我們要求 NCC監督媒體 NCC監督媒體 履行深色執照及換照之承諾 履行深色執照及換照之承諾 違反者依法成除 違反者依法成除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NCC定期公佈媒體產權統計資料 NCC定期公佈媒體產權統計資料 避免媒體壟斷 避免媒體壟斷 我們更要反壟斷 我們更要反壟斷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NCC立即制定跨媒體壟斷法 NCC立即制定跨媒體壟斷法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NCC建立媒體集中度指標 NCC建立媒體集中度指標 維護言論多元 維護言論多元